旅途台灣是一個不同形態的歷史類刑剿節目 你知道我們一直在看所謂台灣歷史類的節目 不外乎就是學者類的啦 然後兩個學者在那邊對談 那基本上比較枯燥乏味 那另外一種就是胡說八道類的 反正全台灣各地都有外星人的遺跡 對 然後另外就是 你這樣一次到其他台囉 我不怕 我不怕 我常常被罵 對 然後 那我一直想要做一個就是 可以到各地去跟人家講台灣史 然後我們就直接到現場 比如說要講霧峰林家 我們就去霧峰林家 要講中霸山陣我們就去石求嶺 要講八卦山之際我們就去八卦山 但是除了讓大家了解歷史以外 我們畢竟十一住行以外還是要娛樂 所以我們可以到比如說到附近 有一些知名的旅遊景點啊 或者是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 然後後來就漸漸出現了這個節目 叫做旅讀台灣 對 其實真的陸外景節目真的很硬 就是比起來我就在家裡做做直播 跟大家哈啦哈啦 然後找sponsor還容易多了 而且重點來了 錢很少 錢很少 你不要一直搶到這一點好不好